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那边画的就叫对牙子 这样一对牙子 就十把刀三十五斤之间的羊 它就是一年的羊 以为食材号 食材号 高端的食材都用艰难的烹饪方法 其实做的对羊肉也是一样的 第一主要就是善美特有的叫红虫 这个虫的辛辣味比较重 比羊虫的味道还要重 剥开以后里面是白的 然后外面是红颜色的 用这个要重做出的羊肉更香 羊吃的草里面有一个叫低脚的植物 低脚学名叫贝利香 吃这个低脚以后羊肉可以说没有香味 再加上做对羊肉的时候我们还要用到白利香 那蹲出来肉里面自然带香味 滑下低脚 包好以后清洗一遍 把里面的泥撒洗干净 做法很简单 就是把羊肉清洗干净 蹲出来的糖就稳不昏 放到贴锅里面 加上水 水就摸过羊肉就可以了 千万不能把肉炒一遍 不炒水就是为了保持原汁原味 等羊肉的浮沫上来以后 把浮沫打掉 这个时候就把低脚 花椒 辣椒 红葱 生姜 盐 全部放进去 但是如果用电盐去做羊肉的话 会破坏羊肉的馅味 吃钱没有那么馅也没那么香 所以有那么大盐 都是粗盐 里面就为了打个颜色 瞧效果 蹲上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一点 柔兰自然香 过半小时以后羊肉的香味就出来了 蛋白质 氨基酸慢慢就介细出来了 融入糖里面 糖就越来越咸 蹲制过程中 浇上两边 肉里面的油脂一慢慢粉介出来 然后就更香 蹲出来的肉也更入味 肉脂 软爛 稀泥 味道咸味 糖香味浓 没有任何啥味 擅心 吃肉要配点酸 吃肉没有酸 香味见一斑 特别是羊排 新鲜辣椒一辣 骨头就掉下来了 肉越烂了 吃起来特别香 吃完羊肉以后 还有一点热烫 再煮点菜 煮点面 那个味道不要提了 太香了 大吃的菜 甲肠的味 饿死的场景 欢迎大家来喜演福毛园吃 正宗的扇贝铁锅炖羊肉 切铁锅炖羊肉 味道显美 了咋了 ^^ 通常看起来 吝点这ğu是 更多的 execute